第1159集 这里有着太多的秘密 太古万族心中的神明 不死天皇已曾葬在此地 原本名为古皇山 连天皇子都是从这里出去的 是被万年前的原天师当作京士七师带走的 而后被叶凡在瑶池切出一枚神卵来 古皇山是太古万族朝圣的地方 葬有不死天皇 最终吴氏大帝也选择了这里 原天师曾说过 这里穷天地变化之极锦奥妙 曾让后人礼敬此山日后有善缘 叶凡再次归来 自然不会忘记动用原术好好的查探 希望今日能够解开这个谜 到底奇特在哪里 让太古万族心中的神明 以及神族大帝都选在此处 这里到底有多么的引人底蕴呢 叶凡绕紫山而行 丈量每一寸土地 眺望远处的九条龙脉 想要窥破天机 突然 当他绕行到另一面时 与一个人走了个对面 双方顿时大眼瞪小眼 狗尸的断德 鸟人圣铁 你怎么还没死啊 两个人几乎同时开口 相互诅咒对方 全都是一脸的不爽 前方 一个胖子怎么看都不像是一个好人 身穿道袍 头戴紫金冠 衣着绝对都是宝贝 正是无良道人 死胖子 你又做了多少去的事 挖了多少分头 看你头上的宝冠 还有身上的天蚕道医 绝对都是刚出土没多久的 行啊 眼力渐掌 对了 他妈的 你什么时候还我那些兵器 当年洗劫完后 就当没事了 死胖子 你跑来这儿做什么 叶凡一脸惊异的神色 你该不会是将无始大帝也惦记上了吧 想挖他的粉 我话可不能这么说 无始大帝死没死还俩说呢 断德很心虚 我是来瞻仰仪记的 这话你也好意思说得出口 整天挖人家祖坟的人 来瞻仰仪做大墓 你说的什么意思呀 在这个地方 你别乱说话好不好 你也有怕的时候啊 你也相信无始大帝没死 无始这人 就是死了也不是其他人能歇途的 乱说话会有大祸的 断胖子越发的心虚了 嗯 你这家伙整日偷坟掘墓的 也有怕的时候啊 妈的 别别别 拿我跟那些毛贼并论 我告诉你啊 我是一个有着 崇高理想的考古者 一切都只是为了 还原历史的真相 叶凡一脸比 你一个盗墓贼 整得跟一考古学家似的 我都替你脸红 还有什么还原历史真相 你怎么不说是考证人类 进化与修炼历程呢 我发现啊 你这个不怎么招人待见的小子 有时候用词还是挺准确的 没错 以后我就是考古学家了 别说我是盗墓贼啊 谁再提我跟他急 我是一个有崇高的理想 以理善人类的进程为己任 通过地下灵源 而再现真实历史的伟大的考古者 我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人啊 叶凡是真受不了他 所以说 我来这里考古的 要见证古之大地的奇迹 以鞭策后世 这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历史意义 你就得瑟吧 对了小子 你怎么还活着呀 惹了神灵谷 大骂了太古王族 而今又活蹦乱跳地跑到北域来了 你是吃多了还是活腻歪了 能不能说点好听的 我想来考古行不行 叶凡斜了他一眼 我就知道 我们同是伟大的历史见证者 你的元术与我的风水学合一 天下无敌 段德很能扯 而后突然问道 你真的离开这个世界十二年 去了那儿啊 都见到什么了 那边木多嘛 你哪两块 给我死哪去 叶凡选择无视他 而后继续开始丈量紫山 要弄个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他越看越邪乎 越琢磨越吃惊 这里究竟有什么奥妙呢 竟是涉及到了生与死 一位古之大地选择在这里 那可就不言而喻了 他们礼阴阳通生死 这有些吓人 难道巫使真的还活着吗 怎么 你也看出不同寻常来了 对于我这个考古界最权威的人士来说 这个地方真他妈的邪门 你看出什么来了 这是一座大坟 超级巨大 以九条龙脉牵引 像是要破天而去 什么 叶凡听他这么一说 机灵灵的打了个冷颤 听这个家伙一说 还真跟九龙拉官一样了 我以考古界权威的身份 可以肯定的说 这座大坟不是给死人建的 是为活人准备的 段德说出这样一句话来 两人观点相近 而后认真的讨论了一番 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 这里的天地大事可通阴阳 逆生死是一处造化先帝 不可能 古之大帝都死绝了才对 巫师要是还活着 清帝根本不可能出现在世上 上次攻入此山时 有人说真的亲眼见到了 巫师大帝盘坐到台上 吁吁如生 宛若有生命 两人越谈论越觉得诡异 这个地方让他们有些发毛 随后 他们想到了不死天皇 那可是一个古老的存在 是太古万族心中唯一的神明 紫山最早是其藏地 严格来说 巫师大帝是纠缠雀巢 后来入主的 而后 他们刹那间 又想到了中州的仙府世界 那里可是有一具 以误到古茶树造的棺果 里面有一张不死天皇的皮 不死天皇是自己活着跑出去了 还是被巫师大帝给扔出去的 两个人越琢磨越不对劲 这个地方 比他们想象的还复杂于可怕 短得斜着眼问他 小子 你还想进去吗 我不得不进 为了震慑太古万族 没有别的选择 不然神灵谷就要大开杀戒了 叶凡叹道 而后 问他是否要进去 我是一个有大气节的人 为了还原历史真相 为了解开巫师中自明之谜 我决定 神入进去 断得义正言辞 说到底 他还是想挖木 盯上了巫师中 叶凡乐得他跟进 这个家伙身上有半箭地兵 且懂得风水墓葬术 绝对是一大圆主 不能这样进去 当年几个圣地与不朽神朝 持树剑击道地兵进去 都给轰杀了出来 也不知道死了多少老古董 我就半箭地兵 进去非被轰成渣子不可 断得嘀咕 他决定去寻老瞎子 让他将吞天魔罐的 另外半箭借来 叶凡怀疑 能寻到他吗 这些年来 北域十三大寇 死的死 消失的消失 遭遇了重创 当年 他持半箭地兵而出 去救那些小土匪 但是差点被一位 太古祖王的分身袭杀 使我及时赶到 领吞天魔罐合一 将那个祖王分身给粉碎了 叶凡惊议 想不到还有这等事 看来这么多年来 十三大寇真不好过 难怪老不死的都去冲关了 难道快正道成胜了吗 也许 当时唯有吞天魔罐合一后 才能护我们周全 他与别的地兵不一样 吞天魔罐分开时 威力不显 甚至难以催动起来 可是一旦合一 会诡异无比 偶尔能听到太息 仿佛上古天帝要复活 他是狠人的兵器 以自己的躯体著称 与其帝兵完全不一样 段德离去了 去寻老瞎子 而叶凡也离开了紫山 开始准备了起来 在一片未知的山岭中 叶凡深入地下上千里 将自己的真身埋了起来 元神飞出 入主圣鞘内 这口实的段德 就在这块地狱 这王八蛋千万别 把我真身给盗走了 他也不知道 刻下了多少元天神文 他想尽办法 花费了数天的时间 才将两块绿铜弄出来 纳入圣人体窍内 而后 叶凡带上几块地狱 以及其他各种所需 重新回到了紫山 妈妈的 一尊圣人 段德已先一步回来了 眼睛都直了 当时就祭出了吞天魔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